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器官移植 但是就不是人體的器官移植 是相當之好的 我們拿這些豬的器官移植 移植我們身上 包括中國方面都有 你可以介紹一下 是的 大家不知道有看開我們科學新知的觀眾 都記得我們曾經兩次報導過這個豬心移植人體的手術 待會我們都可以回顧評論一下究竟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剛剛這個禮拜 突然之間在這個禮拜裏面出了兩宗 一宗就是中國嘗試第一宗的豬潤移植人體 但是譬如說豬潤嘗試幫助人體去解讀 去運作的話 美國麻省理工也做了一些前期的研究 但是正正式式把一個已經基因改造過的豬潤移植在人體裡 給人去融化 之後就希望它可以融入在人體裡 這次由中國第一次去做出來 而同時間也是剛剛這個禮拜 就出現了世界上 在美國那裡做了第一宗的豬腰 就是那個腎臟的移植手術 就是將一個的豬腰 基因改造過 洗乾淨了 將它移植去那個人體那裡融化 所以你如果到了現在這一刻 你統計一下 就已經出現過豬心 豬潤 和豬腰 就是快要整個豬集都被你移植到人體那裡了 就已經是 什麼時候到豬腰呢? 那就要看一個難度 那你會發覺 那個次序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往往很多時候就是 對於那個人體的疾病 哪一個病人比較迫切 和哪一個是面對更加多即時的危險 逼於無奈去做選擇 那就決定了哪一種的移植手術去做先的 我們知道在記者之中 豬心手術是先行的 我記得我們當初去報導這個豬心手術的時候 我們發覺 因為沒有其他的選擇 等病人真是很需要在短期 極短期的時間之內 需要一個心臟去幫他繼續維持生命 而也都遇不到有捐贈者 眼前剩下的選擇就得了一個就是那個基因改造過的豬心 於是去試 我自己很驚訝就是 先前那兩次的豬心手術 都以失敗告終的 但是在這個豬心手術都未成功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有這個豬潤和這個豬腰的手術 就已經走出來 所以我自己在這個星期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比較驚訝的 原理上你會發覺很像的就是 因為如果你要是跨物種這樣去移植這些器官 一定要解決一個就是排斥的問題 所以在做基因工程的人 和這些外科手術的醫生他們就會共同合作 他們就一定要去嘗試去排除了一些就是說 到底這個豬裡面有沒有什麼的基因 它會導致這個豬的內臟產生了一些 就會刺激到人體免疫系統反應的一些蛋白走出來 我們就將那個基因的訊號就熄滅了它 令到這個內臟 不要理心還是腎還是肝都好 它不會擁有一些豬的蛋白 而那種豬的蛋白是會同時間刺激到人體免疫反應的 一刺激到那個人體就當它是外來物 就會攻擊它 於是就是出現器官排斥的現象 所以抵抗排斥呢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首要的任務來的 那就是現在 因為那個實驗剛剛進行了這幾天 我們還不知道結果的 那究竟那個豬肝那裡 就是現在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我相信在未來的幾個星期 就很快會有結果 那甚至乎那個腎臟那裡也是 那初步就是暫時沒看到 有一個即時的排斥反應 那究竟能夠維持到多久呢 那就要再觀察一下 那我們在之前已經講過了 豬那個結構呢 就和人有少許接近的 這個大家不要怪啦 我們經常跟豬都是很近似的 那但是呢 就即使是這樣呢 其實要移植過來 豬本身都要搞一些事情的 是不是豬本身呢 都要做過一些基因上面的 改造工程 是的 首先就是它 由那個基因層面上 就已經是令它生出來的時候 已經擁有部分人的基因 它會這樣的 既要做一些基因展示 令到它有一些原本的基因片段 放了人的進去 令到它生出來的蛋白是像人的蛋白 就不是像豬的蛋白 那這個是其中一種手段 就是壓制著排斥反應 那我還記得大約的數字 就是它們在辨認到 有十三個基因組 是需要去做剪輯修改的 那會不會還有第十四、第十五個呢 那它們是檢測過的 暫時還沒有發現到的 但是我自己暫時看到的結果 我認為它們會未來再發現到 更加多的基因是需要剪輯 是當初還沒有發覺的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就是在那個2022年 我們報導第一次那個豬心移植手術的時候 那個病人是生存了兩個月的 最後是怎麼死的呢? 就是那個豬原來在移植之前 感染了一隻不知名的病毒 我們以為這隻豬是完全沒有病 但是誰知道原來它有一種 是專門是感染豬的一種的病毒 就依附在這個心臟那裡 那個人就沒事 但是它繼續襲擊那個豬心 於是最後那個豬心壞死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豬它要做什麼呢? 除了它要做基因改造呢? 它還要做一個完全是無菌隔絕的狀態 就是使它一直在生存的那個環境裡面 是不可以有任何外來的病毒 不可以有任何的豬瘟 甚至乎人的疾病 不可以感染到這隻豬 所以它在一個隔絕的環境那裡去培育長大 這個就是後來培養的時候需要做的功夫 OK? 所以在第二次移植的時候 去年那次移植那裡就有去做這一步了 就是有一位病人本身是一個醫生來的 那它自己就簽署去願意接受這個手術 但是它的生存的日數呢?比起第一次更少 就只有六個星期 就是突然之間的心臟不行 然後就過身了 所以我會說兩次的豬心移植手術都是以失敗的告終 哪怕第一次的失敗 我們已經嘗試排除了第一次失敗的結果 令到心臟是無菌乾淨 但是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基因因素突然之間出現 在第二次的心臟移植手術是怎樣失敗的呢? 是那位接受了移植的那位病人 就是自己都是醫生的那位病人 他就突然出現排斥反應 那就是說在抗拒排斥那裡有些事情還未做得乾淨 但是也很大疑惑 為什麼第一個病人沒有出現這種排斥呢? 他死的原因不是因為排斥 是因為純粹那個豬心受到病毒感染壞死的 那究竟這裏是怎樣抽屍摸檢的呢? 明明大家做的基因展輯都是差不多都是那種的 但是為什麼就是我排斥你不排斥呢? 這甚至乎也要因應了可能這些原來都要量身訂做 每個人對於不同的東西的排斥反應有不同 那這件事是很合理的 因為有些人吃了牛肉會敏感 有些人吃牛肉不敏感 有些人吃移植這個豬的心會敏感 有些人移植這個豬的心不會敏感 那這件事可能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原來要走入到那個 每一個人自己各自的免疫系統之間的那種差異 來看才能夠決定到最後的移植手術是否安全 在這些因素還沒有排除的時候呢 我想不是有人這麼夠膽去進行第三宗的心臟移植手術的 因為心臟不同其他的內臟 你一不可以 你要拆你找什麼來換呢? 你再找一個心 是吧?又是同樣的問題會出現 每六個星期就捱一刀 沒有可能的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很驚訝就是 這麼快又有人做肝和腎的手術 腎我會明白的 如果那個人只是壞了一個腎 純粹還有另外一個去運作的 那你就找一個拿來教飛 另外一個他繼續運作 那還叫做後備 肝又很有趣了 肝就是你切多切少 你原本的肝剩下的功能有多少 還有你新移植進來的那個有多少 也都決定了你就是說 移植的那個風險可以冒多少風險 原來你不是需要這麼大塊的 你只需要一塊仔外面貼下來的 那你沒有了那個塊可能自己都捱得過 這樣還可以拆出來 我現在暫時就不是很清楚 譬如中國大陸去今次那個肝 豬肝的移植手術裡面 是有幾大的手術 現在似乎可能是整個移植的 那就是說呢 中國它自己在這個研究裡面 也都有盡他們的努力去嘗試 排除了那個基因上面導致的那個排斥反應 那就是 主觀上我是很希望這些手術是成功的 因為你要去等這個器官移植器官捐贈 是一個很絕望的等待來的 不是這麼容易等到的 甚至很多時候要建基於其他人過身 你才能夠獲得到這個捐贈 就不是這麼容易 腎可能你還可以博有人捐一個出來 但是肝也都可以有人去刺一塊出來 但是你說如果心臟的 你基本上就是 一人只得一個 也都只能用過一個 那麼 究竟那個人那個免疫系統的反應 那個排斥怎麼去排除呢 那我自己覺得還有一個問號在這裡 但是你看另外一新聞 你覺得很驚奇的 原來不只是在那個豬去移植給人 那個器官 原來猴子都試過的 是 那麼在人之前你發覺就是猴子試過 還可以生存兩年了 是不是 是啊 那麼你就是說 你這些跨物種的器官移植 其實已經很成熟的了 你可以搞的 是啊 我們有那個本事 就覺得既然我們能夠 然後將那個基因去剪輯得乾乾淨淨 令到那隻猴子可以生存多兩年 那就是對人我們都不會差很遠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最後可能下到就是 個別人士他會不會產生一些 其他人不會產生的敏感反應 那裡就真的決定了你最後安全不安全 我想將來那個移植會去到很微細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哇 到某一天這個人 他直接有一隻豬 是為他的基因而設的 就是養一隻這樣的豬出來 當你有什麼身體 有什麼三長兩短的時候 就隨便抽一隻豬的器官出來 放在自己那裡 應該就是了 就是你變成那種科幻片 你就不是整個複製人 來去準備為你供應器官 而是有你的基因的豬 就是一隻豬兄弟 豬隊友 來去供應器官給你 另外呢 你會發覺這些這樣的 譬如前期實驗的花款有很多 台長在這裡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你可以在其他 跟我們比較接近的物種那裡 嘗試做這些跨物種移植 那如果是豬心的時候 你去移植到那個猴子裡 還有移植到那個人裡 原來還有一些基因剪輯是很特別的 你是要特別把那個豬的心臟 繼續長大的基因去剪走它 因為一個正常成年的豬的豬心 是大過我們猴子的心和人的心的 所以你要控制到那個 拿那個心出來的時候 你還要懂得去禁識它的基因的掣 令它不會再增大下去 令它那個心臟的大小 就是要保持在你需要的那個大小那裡 因為大了不只是押開了你的空間的問題 是整個血壓都不同了 就是我們不可以適應那麽大的血壓 那你如果移植完那個心臟出來 發現原來血壓高就不值得了 是不是 另外還有一種花款就是這樣的 剛才我就很刻意地說 就是在那個中國大陸去做這個豬肝移植之前 是其實有另外一些前期實驗去做的 那就是什麽呢?就是美國那個麻省理工那裡 它就曾經試過都是將那個豬肝去 它不是移植到人體那裡 它將那個豬肝拿出來 但是將那個人所需要的功能 就駁到這個豬肝那裡 就是暫時有一部份的功能處理 就放在體外那裡發生 然後就發覺我在外面繼續養著這個豬肝 就發覺它能夠繼續維持到72小時的運作 是可以扮演到人的肝那個功能 就是這個肝就叫做 駁一駁出來試試可不可以用 當是一個叫做幫助人去解讀的一個機器來去用 發覺是可以的 但是最後這個肝就沒有正式去砌人體移植下去的意思 那所以見基於這種的實驗結果 我想也都相信給了這個中國團隊一個信心 就是說其實那個豬肝移植人體那裡就趨向成熟了 當我真的可以拿到一些現實的豬肝的組織 來去幫助人體扮演功能的時候 那接下來只要我有信心把排積反應去排除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放在人體那裡用了 那也是啦 現在很密切的留意就是未來這幾個星期裡面 在美國的這個豬腰移植那裡 會不會有一些喜訊走出來 另外就是中國的那個豬肝移植會不會有喜訊走出來 如果突然之間同時間兩個國家給了兩個好的消息 我覺得就對於尤其是等候腎臟或者肝臟有問題的人 肝病的人士就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我們也祝勸這種手術 跨物種的器官移植手術就盡快成功了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想說大家 哎 整天都叫你捐行器官啊 你死了之後你捐什麼什麼就出來了 對啦 有一隻豬造福人群就不錯 我們這次要結束 我們接下來就是科學回憶錄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